大家好,我是香港正国研社八九正女小学陆医班的学生黎智轩 我的参赛作品就是这个智能防疫环 我们每天回学的时候,我们学会没有口罩识别功能 都是依靠导师来查我们有没有大口罩 于是我同导师设计了一个有AI技术的智能防疫环 目的是为了减少互相接触,而感染新冠病毒和减轻导师的工作量 现在来演示我们上学的时候,这个智能防疫环的操作 同学进学校门口的时候,AI就会识别我们有没有戴口罩 如果P值是高于0.9的话,我们戴着口罩 microbeat板就会显示漆,測温器就会测量我们的温度 如果体温在37度以下的话,LED屏幕就用提示温度正常 LED屏幕就会显示绿灯,智能门就会开启 当同学经过那个门的时候,人体感应器就会感应到有人经过 1秒之后就会关门门门,如果10秒之后都没有人经过的话 门门都会自己关门门,但如果測温器测量到我们的温度是37度以上的话 门门就不会开放,LED屏幕就会提示温度过高 LED屏幕就会显示蓝灯 同学进入学校的时候,如果P值是低于0.9的话 即是没有戴口罩 microbeat板就会显示交叉 LED屏幕就会显示请你戴上口罩和亮起红灯 门会保持关闭 没有戴口罩的同学就不能进入学校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演示过程和设计理念 多谢大家,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智能防协会